曹操家里到底多有钱,在中平四年 曹松竟然出钱一个亿买到了太尉的职位 太监的儿子做了三公,试问还有谁 而且曹松在三公九卿之中还是最有钱的一位 管理的是国家财政,掌管的更是翻国事宜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曹家的人,这后台多威风 而曹操这个小子长大后 鬼灵精怪的他私心里总觉得人与理智性什么的 太讨厌了,所以曹操总是放飞自我 反正家里不缺钱吧,玩玩鹰犬啊,耍耍枪棒啊 骑骑马射射箭,整天在外边风爽的家里 总而言之又是一句话无有年时甚牛,如等之风 曹操年少时还干过游侠这门很有前途的职业 不过他不是军区复国难,而是抢人家新娘子 这是试说新语里记载的一则故事 曹操和袁绍两人是发小,据说袁绍大曹操几岁 经常带着曹操出去玩其实就是一块作死 调皮捣蛋惹是生非 有一天他们去一户新婚人家的家里闹洞房 偷偷钻进人家的后园子里,大喊一声抓小偷 于是新郎和闹洞房的人丢下新娘跑出来抓贼 结果中了这两小子的吊虎离山之计 他们直入洞房曹操居然还随身带着刀子 抽出刀来接走了新娘 曹操扛着新娘一路奔跑 袁绍走慌了一脚踹进荆棘窝子里 一动不敢动 曹操一看这不成后面已经有人追出来了 又大喊一声抓小偷 袁绍吓得一激灵 也顾不上腾了一蹦子团出荆棘窝 两人又扛着新娘一六烟跑 至于此事后续是什么样 正史并无记载估计两个关二代关三代 此事也不难摆平因为他两家都特有钱 没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 总之曹操从小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小时候他压袁绍一头长大了仍旧压袁绍一头 可怜袁绍最终死在了发小的手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